香扑是日本的国际,香扑最早在中国古城祖武,秦汉时期较脚底,南北朝时期日本引进汉字时,将日式摔跤称为香扑。香扑的特点是选手身体凶壮,力量恐怖,体重往往是常人的脊背,为了增加力量,他们每天大量进食,填充体力。 亚伯勒就是这些大块头中的第一人,香扑选手的体重一般300斤左右,达到500斤就不是很多了,而亚伯勒的体重已经达到830斤,力量打得惊人,在香扑界就是无敌的存在,可以说未尝败继,这样他每年的比赛收入超过600万,还不算其他收入。 由于身体过重,也有些事情自己根本做不了,太胖也导致他患有糖尿病,高血压等疾病,不得不提前退役,亚伯勒退役后却娶了一位漂亮的美女为妻,良人生活得很幸福。 这让网友很是奇怪,亚伯勒830斤,的体重,他小小玲珑的妻子能挺住吗?看看亚伯勒的妻子怎么说,每天晚上睡觉都很害怕,好怕他会翻身压死,确实是担心啊,毕竟这体重,真的会压死人。 对不起,亚伯勒830斤。